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在教学当中长期会碰到的一个难题 也是爱好者非常关心的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肝带赛 或者是晕肝拉肝布置的情况 还有应该通过怎样的练习来纠正这样的问题 今天这堂课我就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 咱们先来看看这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晕肝和拉肝的时候 后手的左右晃 但是出肝的时候也能将球打进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晕肝拉肝的时候是直的 但是最后出完肝之后肝头往左或者往右偏 大家能看到这种情况虽然也能进球 但是明显的能看出出肝有很严重的问题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种 这种晕肝拉肝布置的情况 像这种晕肝拉肝布置 主要表现在往回拉肝的时候 球肝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偏左或者偏右 这样虽然有时候能将球打进去 但整体看上去并不顺畅自然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往回拉肝的时候 后手大臂带动了小臂发力 使得肘关节没有固定 小臂没有形成自然中摆的效果 导致后手有向左或向右的力 而不是自然向后的力 再来看看第二种出肝带赛的情况 晕肝拉肝的时候很直 但出完肝之后肝头偏左或者偏右 有时甚至将白球打出了很强的旋转 这种情况是由于在瞄准的时候 球肝与肌球线不在同一直线上 如果还按照球肝对准的位置出肝 是打不到进球点的 所以在出肝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修正球肝的方向 最终导致就是出肝之后球肝会偏 这种下意识地修正 正是在一开始打球的时候 没有正确瞄准进球点导致的 最终在长期打球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种惯性的出肝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从一开始注意球肝摆放的位置 看是否与击球线重合 在击球前站着将球肝放好 然后再趴下击打 所以一定要注意右脚站位的位置 确保球肝能准确放在击球线上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